好另外在LINE你来看到的就是秀林乡的景美村 嘉湾部落一间投币式的卡拉OK 4号下午5点左右呢是发生了一起打架的事件 而这起试驾的起因呢是有三个人在欢畅的时候 突然被一名不明女子甩门进入来找人 那么其中一名张姓男子不满就跟女子发生了口角 而这名女子哥哥也到场理论就跟张姓男子是大打出手 而喝醉的六姓男子也加入了战局 虽然事后两派人马都没有提告警方仍然依法办理 一张给他拍下去百姨女模样凶狠被打的男子气炸了 想要回击却被友人拦下战场越来越大 警察赶紧叫看热闹的民众别再靠近 你们这样啊 上语啊 冷静啦 男子情趣激动大声怒骂 女声音也不甘示弱扯开嗓门挤出失吼公营站 其他人也没闲着大家拉拉扯扯僵持不下 当场上演全舞行就发生在花莲秀林乡的甲丸部落 大年初四傍晚五点多 当时料性男子陪女友回家过年 还找了好哥们一起去投逼式卡拉OK唱歌 正当三人在店内欢唱时 一名当地女子突然甩开门说要找人 结果发现里面的人都不认识耶 就转身要走没想到男子的好哥们却心声不满 冲出来和他理论爆发口角 男子也跟来动手动脚 没想到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女子哥哥大拳一挥打倒欺负妹妹的人 整个过程被路过骑士拍下 失控场面骑士下的倒退路赶紧离得远远的 直到警察驾勘双方这才平息这场大乱斗 本案双方虽未提告诉 警方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移送侦办 虽然事后双方互相道歉 但春节团聚变成群居斗殴 过年的好心情全都变了掉 记者徐立琴 真燕如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